美国国会将会表决法案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更放话反对政治打压 同将证券监管政治法 路透社报道 美国众议院预计当地星期三挨曼 就外国公司控股责任法案投票 法案由两党议员共同发起 并获得两党议员支持 要求企业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 由规定外国企业 如果连续三年未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规定 将会禁止在美国上市 法案5月的时候获参业园投票通过 如果众议院亦都通过 将会送给总统签署成罚